这个是我昨天做的巧克力麦粉蛋糕 作为一个黑巧重度爱好者 我没事就喜欢研究一下怎么去做巧克力类的甜品 我之前做过经典版的布朗尼 还有豆腐版的布朗尼 然后包括一些我没有做成视频的 比如说巧克力香蕉蛋糕之类的 因为我是想要把麦粉蛋糕做成一个系列的 如果你去翻看我的那个视频分类就可以找到 然后所以呢巧克力麦粉蛋糕是肯定少不了 然后在这个巧克力麦粉蛋糕里面 我加入了所有我能买到的和巧克力有关的食材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巧克力麦粉蛋糕是有多豪华 首先是黑巧 我之前一直以为黑巧最苦的只有99%了 直到我买到了100%了 但是如果你不喜欢黑巧克力的话 也可以用其他的比较甜的巧克力代替 这都无所谓 然后这个是我买的耐高温的巧克力豆 它顾名思义嘛 就是不太容易烤化的巧克力豆 然后这个它是就是这个样子一小粒一小粒的特别小 把它放到蛋糕里的话 一方面是能够增加那种巧克力浓郁的味道 然后我觉得它还可以丰富这个蛋糕的口感层次 然后之后是这个可可粉 我之前买的用完了然后这是一盒新的 我用的是好食的可可粉 此外呢这个蛋糕里我用的是红糖代替了砂糖 因为我个人是挺喜欢红糖的味道的 感觉把它加在蛋糕里它的味道能够变得不一样一些 但是如果你不喜欢红糖的话 你可以把配料里的红糖变成砂糖或者是赤浅糖醇之类的代糖 一般来说刚烤出来的巧克力麦粉是那种特别蓬松的口感 就是特别蓬松的口感 但是我个人是喜欢吃那种就是冷藏过之后的巧克力麦粉 它会变得更加的湿润绵密 就是特别特别细腻 而且就是里面的耐高温巧克力豆它又重新的凝固 然后变硬了 然后吃起来之后的口感层次会变得非常的鲜明 我其实吃东西还是比较在意口感的 就是如果这个东西它的味道再好 但是它的口感我不喜欢的话 它在我的心里可能也会大打折扣 然后这个巧克力麦粉蛋糕就是它的味道和它的口感 真的就是深得我意 我不管它在别人的世界里是怎么样的 但是它在我的世界里它就是最好吃的巧克力麦粉蛋糕 真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这个蛋糕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湿性材料 在容器里倒入一些开水 然后把40克黑巧和100克黄油隔水融化 之后加入80克红糖 100克牛奶 两个鸡蛋 如果搅匀之后发现底部有些红糖结块可以过滤掉 但其实直接烘烤也无大碍 接下来准备一下粉类 180克低筋面粉 30克可可粉 1%大勺的泡打粉 1%小勺的小苏打 如果没有也可以不加 1%小勺的盐 可以用刮刀把它们搅拌均匀 但是我发现这次的面粉结块比较多 所以我就放到面粉筛里了 用打蛋器搅拌至没有干粉 然后用刮刀继续搅拌成顺滑的面糊 之后加入一些巧克力豆 巧克力豆可以使蛋糕的口感层次更加丰富 但是如果没有也可以不加 把它们装进裱花袋里 挤在蛋糕纸杯里 之后在顶部撒一些巧克力豆 烤箱预热到180度 烤20-25分钟 烤好的麦粉蛋糕顶部应该是圆圆的 有裂口的 巧克力的味道也特别浓郁 闻一闻它的味道你就知道 它吃起来一定不会差 然后还有一点在制作上需要注意的就是 因为红糖它有一个爱结块的属性 所以就是你在搅拌完所有湿性材料之后 你会发现还有一些红糖它融化不了 所以如果你比较介意的话 你可以去把整个湿性材料过一下筛 把那些巧克力给筛出来 但是其实直接烤 如果你没有这种过筛的时间 或者是欲望的话 你直接去烤它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 它只是会在烤的过程中融化 然后形成一个一个那种洞 就是里面都是糖的那种洞 对 那么为了能让我看起来谦虚一些 我还是会说一些这个蛋糕的缺点吧 这个蛋糕唯一的缺点就是 我把它烤的太大了 就是它甚至比我的拳头还要大 这样一个麦粉蛋糕我吃的话 我可能会分成三次吃 虽然喜欢巧克力 喜欢巧克力类的甜品 喜欢蛋糕 但是我还是挺容易一次性的吃腻的 就是我在吃甜品上是那种少量多次的 就像我之前做那个 The Van Bakery的巧克力核桃曲奇 我会把那个曲奇分成五次吃完 但是这个部分我把它做的很大 因为我看着它大我非常的开心 对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蛋糕的唯一缺点就是 它太大了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特别大的蛋糕的话 可以用小一点的纸杯 这样我看起来是不是就谦虚了很多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那我们下次再见 给你们看一下我烤完蛋糕之后的残局 我不知道是只有我这样 还是大家都这样 反正趁着烤的这个时间也闲不下来 就得把这些东西都刷出来 不然看着好难受啊 感谢各位叔叔 天哪 Transfer